裝MySQL之前我們通常會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的平台是什麼 是Windows或Ninus 第二個我確定要用MySQL的什麼版本 4.0版、5.0版或6.0版 第三個是下載要安裝的版本 是5.1、5.0、5.5 接下來安裝的過程 怎麼樣安裝會最佳化 以及安裝後的設定 目前MySQL最普遍的資源版本 有Ninus、Windows以及Mac的Mac OS X 關於選擇MySQL的一些思考方向 我們有時候會選擇最新的版本 或者是思考我不需要最新的版本 我只需要穩定的版本就好 如果今天我拿到一個MySQL 5.0.9 Beta 這些數字跟英文代表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數字的5是代表主版本號 第二個數字代表是發行的級別 第三個9代表是這個系列的發行版號 解釋一下5就是這個版本的主要系列 第二個數字的0就是如果有許多功能被修改的時候 現在是0被修改一個功能 兩個功能收集起來之後變5.1 如果第三個版本就是一些小BUG的修改 會從9、10、11一直往上增加 如果最後一個叫Alpha 它代表的是很大量沒有被完成測試的新程式 它是新發布的 如果是Beta的話代表是功能是完整的 如果是後面是RC的話代表是發布的代表 所以我們現在拿到這個MySQL 5.0.9 Beta 代表是它功能是完整的 它的發行版號是5.0 安裝完MySQL之後 會關心的有怎麼啟動跟停止MySQL的服務 這個伺服器 以及在你以上我們會找到一個買.cnf的設定檔 在Windows上叫做my.ini Windows上怎麼停止或啟動MySQL 我們實際來試一次 首先按開始 所有程式 找到我們安裝的apps.erv.appserve 找到control server by service MySQL start 我們已經啟動了 所以它很快就跑掉了 接下來我們再選另外一個 control server by service MySQL stop 畫面顯示MySQL正在停止 已經停止了 接下來我們再把MySQL啟動 我們再度找到 appserve control server by service MySQL start 正在啟動 好已經成功啟動了 這就是啟動跟停止MySQL的一個 Windows的過程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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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